如果你的大腿出现这样的抽搐 那很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送求救信号 下一秒 女孩就发生剧烈抽搐 并且口吐白沫 医生赶紧给她抢救 像这样的情况 女孩一天要出现好几次 所有医生都认为 她可能撑不过这周 女孩今年才刚满18岁 在一场车祸中 方向盘压碎了她的胸腔 为了救她 医生给她移植了一颗心脏 但她需要在家里度过6个月的恢复期 由于免疫系统受到抑制 母亲拒绝任何人的探视 以防意外接触到过敏源 就连女孩的男朋友 也必须做好全面清洁才能碰面 因为一丁点的失误 可能随时都会给她带来危险 可就在今天 女孩手臂上突然红肿 紧接着出现呼吸困难 她翻过床从柜子里找到药 可是怎么都打不开 慌张的男友从地上捡起药 但却不知道如何使用 千军一发之际 听到动静的母亲急忙赶了过来 女孩这才脱离了危险 医生立刻来到家里检查 发现这里比医院还干净 也没有发现任何过敏源 豪斯认为问题一定出在男孩身上 因为女孩出事前没有见过任何人 在豪斯的追问下 男孩这才交代最近服用过青霉素 听到这里 豪斯心里似乎有了答案 他猜测 女孩很可能是青霉素过敏 可就在这时 女孩突然出现抽搐 并且口吐白沫 而这并不是过敏的症状 是她的心脏出现了问题 这也直接推翻了豪斯之前的猜测 为了查出真正的病因 他们给女孩做了CT 发现并不是心血管疾病 可就在第二天 医生发现女孩的大腿开始用不上力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经过检查 发现女孩大腿肌肉出现自发性收缩 这说明女孩的病情还在不断的恶化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女孩很可能坚持不了几天 但现在的难题是 他们仍然没有找到发病的原因 他们又给女孩做了腰椎穿刺和积电图 但是仍然没有任何发现 期间 女孩病情再次出现恶化 病痛的折磨让女孩流下了眼泪 而豪斯再次把问题的源头指向了女孩的男友 因为经过一场各种症状 豪斯怀疑很可能是男孩将皮虫带进了女孩的房间 在豪斯的不停追问下 女孩这才交代了事情 就在事发的前几天 男友曾偷偷过来看他 一只皮虫爬上了他的裤子 结果带到了女孩身上 然而这一切仅仅只是豪斯的推测 如果能从女孩的头发里找到这只皮虫 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可所有人都表示 女孩在送到医院后就经过了全面检查 并没有发现任何皮虫 此时女孩的心率和血压急剧下降 他们需要立刻将他送去抢救 然而就在电梯里 豪斯偷偷按下了紧急按钮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检查到 只见他掀开女孩的衣服 一旁的同事认为他一定是疯了 此刻电梯门打开 这一幕刚好被女孩的父母看到 生气的父亲直接冲上来想要揍他 可就在这时 豪斯举起手上的皮虫 证明了他的猜测是对的 这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女孩怎么也没想到 一只小小的皮虫 差点害他白白丢的性命